每一个材料没有贵账和好坏 因为每一个材料 只要你用度的地方 它都能够就是 展示它这个独特和美的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想用这个木头 做任何的东西 这个都有可能实现 我经常是从一些小角落里面 去讲一个被锯起来的 一个边角料 然后当时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觉得这种材料 怎么老是给我这样一个材料 甚至说他会怀疑这个材料 从心里面去拒绝它 当他在跟这个材料工作的时候 他发现 其实当我用心去工作完之后 它这么漂亮 就打破了他对这个材料 本身的认识和认知 这个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它能够用自质的体验 去独立地 去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感受上面 而这个东西经常在这个时代里面 很多孩子是没有机会的 材料本身它会成为另外一个老师 然后来跟孩子对话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呢 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光滑的地方 很粗糙 你需要去打磨对吗 打磨的过程当中就需要 你很具备的一个耐心 世心还有专心 材料本身会告诉他 就你没有打磨掉就没有打磨掉 你打磨掉了就打磨掉了 有教的学生里面 他们刚开始接触木工的时候 他们只是比较想直接奔向结果 然后甚至是没有耐心的 甚至会手上没有力气 然后没法支持到他的工作 经过跟着我在这个木工房里面 这种学习 他身体变得更有意思 他更加有磁续性摆的东西做完 体会到没有耐心 这个东西是做不好的 然后他就不停地去调整 然后最后他变得有耐心 然后做的 做出有品质的作品来 很多孩子 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 他经常会说 他老师他说 我怎么能够做这个东西出来 我这边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我做到了 他发现他自制很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也很支离我 做到了很自私的工作 我示范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很真实的体验 从无到有 然后去知道 甚至感受去制作一个作品 我还示范就是在跟他们工作过程当中 让他们跟这个自然都很亲密的接触 去尊重这个自然界里面那些所有的创造 还有我示范他们的作品里面 能够带着美感 能够带着创造型去工作 我们不是让所有的孩子创造都是一样的想法 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 是可以被允许的 是可以被实践的 那他们有智慧 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非常重要 他要从做后的 所以我觉得目光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学科 我认为他是最综合的一个 这样这种艺术 这样这种工艺 创造力 包括意志力 包括这种情感 包括思考 都能够整合在一块的一个学科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工作里面吧 信仰它让我知道生命是非常的宝贵的 而且每一个生命是由上帝亲自所赋予他们的不同和特质 我今天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跟这些孩子们工作 我认为我通过这样的一些智慧能够俯视他们 就是能够帮助他们 把我认为看到的一些觉得好的 都是能够带给他们的 通过这个木作 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喜悦 他们的生命和成长变化了 还持续地去让我对这个工作觉得有意义和价值 我感觉到这些玻璃 观点 我体感到这个工作 这些地方 我感觉到我们点急 使用了 如果我们是前世 不能确定 我们都不那么究竟